三十多年前有个老外,他叫老内。 这么一个外国人叫老内? 咦?难道是他?或者他? 或者也许是他? 那到底他是谁? 他喜欢华人的文化。 他有学习有工作,他讲课, 也做过很多奇怪的事情。 他一半碰到很多朋友,他跟他们一起学习,或者实习。 在台北师范大学,他学过古文,哲学和文学。 从16岁起,他的梦想是看老子庄子的书,在原文。 他还学台积拳和气功。 除了台北之外,他还去过台中、罗洞、伊兰、高雄,很多地方。 有机包括跟山地人一起玩。 还有跟他大学朋友一起演戏,当过一个女傅。 一后,他去过长城,去过北京,在昆明待过一年,学习中意。 在天津学习中意结合,在结婚婚礼当过正人。 还有在学生当代表。 三年以后,是琐事毕业了。 很高兴的,再三年以后,是博士毕业的。 但是,除了学习之外,还有去过旅行很多地方。 除了韩国,香港,新加坡,日本,还有很多地方在中国,他也去过了。 十三年以后,他终于回去德国。 他开一个中意证所,当地一个中意博士在德国。 后来,结婚了有孩子。 但是,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。 我们现在就是要说老内有机的故事。 如果我们就去过旅行的话,见面了什么事。 不知道要说老内有机的故事。 你会作用那个故事。 我们刚好熟闹这一下,那个故事。 感谢观看